第九屆紫思代獎 得獎的是 吳宗勳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侦察座 我們的認知他是被害人 可是他不會這麼認為 其實我內心是滿震撼的 我今天對你伸出了我的手 結果好像被甩了一巴掌的感覺 被害人他們可能從小 你接觸到就是這樣子的生活環境 他的這個人生是他媽媽給他的 他過的是他媽媽過的人生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衝擊更大 他並不會知道說 外面的世界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不會知道說 他們遇到的這個狀況是不正常的 如果我們繼續把手伸著 他或許就會伸出他的手 讓我們幫助他 他們的心境轉變 其實也是我的心境轉變 如果當初不是我們這麼堅持 或許他現在也不會有新的人生 當時我聽到他講這些的時候 更讓我覺得有成就感 要訂婚的時候 他打電話來 邀請我跟我的小隊長 因為他覺得說 媽媽給了他生命 但是我們給了他另外一個人生 我會把這些小朋友 然後當初如果今天他是我的女兒 我會希望怎麼去幫助他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打這個電話 被害人其實或許他還活在這個陰影之下 附佑的安全我覺得才是這個國家的根本 讓更多人知道附佑案件的重要性 或許我能夠多付出一些什麼 幫助他們 走出他們的生活困境 我得到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成就 相信我這樣做是對的 我得到更多人生命 快點 努力 我得到更多人生命 各位 教授 莊 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